这个博主买了罐头的南瓜泥,试试做一个南瓜面包看看怎么样 他把食材都撑入面包机里 博主动作好像有点慢呀 他加了奶油奶酪觉得有蛮多油脂了就不加黄油了 打面啦,面包机打面速度有点慢的我们不用管他 等他打完了再把面团拿出来 这样摔的面团会变得更加光滑哦 你看,是不是 能拉出这样的模状直接分割了 试整形好之后再发酵,这个面包他只发酵一次 你看他压压捏捏面就变圆了呢 总共分成了十个小面团哦 拿一个八寸的圆形模具吧 垫油纸之前摊一点油把油纸粘住,它就不会移动了 模具准备好之后,他还要再把小面团放在桌子上手掌用力旋转再次滚圆它 好啦,等他摆入模具里 他说中间的距离可以再近一点点 对,让它们挤在一起 我看这金灿灿的颜色已经感觉挺可爱的了 戴上保鲜膜正式发酵 博主说三十多摄氏度发一个小时左右 哎呀,鼓鼓的样子我已经喜欢它了 刷一层薄薄的蛋液 烤箱要事先预热好 上火165摄氏度 下火150烤30分钟中途盖锡纸 出炉后要脱模放凉 用两拌碧根果合在一起假装它是南瓜饼好了 这个颜色我太喜欢啦 看着也有点像南瓜的样子哟 博主闺蜜说南瓜和奶油奶酪都会让面包质地柔软 加上一次发酵到位 我看到它柔软的样子了 我想拿它当抱枕 再把它吃掉同意的加一 我是闺蜜Siri希望下次还遇见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